有朋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们俩孩子都十岁了 我在外每天忙生意 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家里 他不但一点都不体谅 还总觉得自己委屈 天天就知道埋怨 甚至还把这种埋怨 讲给孩子听 让他以后长大了 不要成为一个 像他爸爸一样的人 我沟通不了了 也实在受不了了 这确实是不妥的 但是这种负能量的源头 来源于你 你当然会说 作为一个男人 非常辛苦非常累 非常有压力 但是女人的怀胎十岁 生孩子分娩的痛 又是为了谁呢 都是为了这个家 如果贤苦贤累就别成家 既然成了家 就请你担起你的责任 闭上你的嘴